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出了个能靠民频道的第二周 大家是不是真的很久没有去过马来西亚旅游呢? 今天我们就有一个超级好的好消息的话给大家知道 就是佛罗交易正式开放美国际旅客了 佛罗交易的旅游起方计划在11月15日已经正式开始了 香港和澳门的居民都在计划之内 非公民的旅客入境佛罗交易必须搭飞机 而且最少特留3天,无需隔离 但如果想去佛罗交易以外地,最少特留7天 佛罗交易,哪些人是负合资格的旅客呢? 她在出发之前形成了两剂新冠疫苗的接种 而和第二剂疫苗相隔了14天 至于18岁以下的人士 只要她和已经完成了接种过程的监会人和家长一同前面 大家现在看到的列列是受认可的新冠疫苗的种类 而伏必泰、科兴和割药都包括在内 没错 警示大家必须要完成4个程序 第一个是检测 在出发之前必须要自费完成核酸检测或RMT检测 而每一个旅客必须要把这个检测结果用纸本准备 在当局要求下就要出事了 第二就是要订购旅游配套 大家记住这些旅游配套是必须要在MOTEC 注册了或者发了牌的旅行社订购 大家如果有什么移民就可以找香港的旅行社帮忙 那些旅游配套就必须要包括下列的这些资讯 而大家记住今次的旅游起泡是不准自由行家 第三个就是保险 保险最低赔偿额是要达到8万美元 而下列的范围必须要包括COVID-19和旅游的赔偿 大家可以透过本地或者卫生日的保险公司帮你购买 第四个就是健康申报封面 大家就要下载、订阅和开启 我的健康申报APP 还有第二个都要填好卫生日卫生部的健康申报片 如果去佛罗交易就有两个方式可以去 第一个就是通过吉隆坡国际机场转机 第二个就是直飞佛罗交易机器 如果由吉隆坡国际机场转机去佛罗交易 一到处之后就要带上健康西查识别标签 接着就要到私人健康检查机构那里检查 接着就要掃描佛罗交易 国际旅游气泡旅客移为马 之后就要进行核酸检查或者RMT的检查 而那个费用呢 已经在你购买旅游配套的时候 已经缴乏了 如果我检查结果是有 positive 或者旅客已经出现了症状 旅客就会送往指令的隔离地点或者私人医院 如果是 negative 的话 就可以去到 Immigration 旅客就可以登机 乘搭国内的航班去佛罗交易 而行李一来都会直接送到佛罗交易 抵达佛罗交易 之后就可以直接旅游 不需要再次检查 是的 没错 如果要去佛罗交易的话 首先到达了机场之后 就要去卫生部柜台进行检查 之后就要掃描佛罗交易 国际旅游气泡旅客的二维码 之后就通过健康检查的旅客 就要去移民局柜台 连同所需的文件交给工作人员 进行所有的入境程序 可以撕当地的游游 由当地的游游直接送往酒店 而在旅程的第二天之前 必须要进行核酸检查 或者RMT的检查 一样 如果出现了症状 或者检查是情质的 导游必须要通知卫生部 如果是质的 就可以直接在佛罗交易旅游 以下我们就简单介绍了 今次佛罗交易旅游气泡计划 如果想知道详细的情形 就可以留意下面的description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最后 记得要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Selamat出发 到哪里 Helangkawi Wuuu Selamat 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